今天是3月3日,是圣灰礼言之后的星期四 四周期已经开始了,我们时听到一句说话 提醒我们,你要悔改,信从福音 耶稣就是福音,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 是不认识耶稣的,所以我们聆听圣言 默想圣言非常之重要,我们一起听 《路口福音》第九章 那时候耶稣对门头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施制掌和,经先门弃绝,并且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耶稣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 这人必能够救得成命 人尽然赞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 或赔偿自己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四成期已经开始,我们刚才听这段圣经内容很认折 没有什么被召叫,就是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 更加能够触动人心 本能上,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受苦和被人拒绝的生活 真是,我们自身的死亡去追随主所要面对的其中一件事 但是除非我们只从纯粹人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活 我们不应该因此感到沮丧 面对香港疫情越来越严重,乌克兰的战火 会令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都会滑倒滑倒受到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再问,看信仰能不能够帮到自己呢? 我们很渴望一个大难的神,去立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有没有试过,有像圣名作者那种渴求 渴求天主临在这种感觉 不过在尋求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很多冲突 在期望天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继续生活在这个邪恶当中 这种冲突就是我们被召叫去背负的其中一个十字架 主耶稣要求我们努力地去打这个邪恶的势力 好能够在祂之内找到真正的平安 我们每日怎样能够以信德而不是恐惧的精神去聆听上主的话呢? 最重要是我们以一个有限 但只是看到,不只是看到我们的损失 而是我们看到主的大能 我们越能够放下自己的生活 就越能够容许耶稣将祂的生命倾注给我们 当我们决心在祈祷当中去尋求主耶稣 我们就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祈祷就好像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 如果我们只是想着在旅途当中 可能遇到一些交通意外或者问题 甚至连上车都可能觉得困难 假如我们去参加一个美妙的婚宴的时候 我们会怀着喜悦的心去上路 另外当我们接受上主的提示 放下自己的生活 我们能够充满上主的爱 能够愿意和其他人分享 所以在四条年开始更加提升我们 不单止祈祷 要专务祈祷 主耶稣对我们的提示很好的 当你祈祷的时间 要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祷 你的父在暗中体见 必要报答你 进入你的内室 是指物理上或者精神上 有个诗人王维 他有个叫做了明教 他说 人行贵花乐 夜静春山空 月出荆山了 是明春间中 可以说描述一种外在的静 幽静的山间春夜 只有花乐之声 荆鸟的鸣和溪水的音 这种动态的形象 能够反映出这种独特内在的静 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能够盘点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们太执着 太多的事物 就会失去了内心的自由 生活好像水 人生好像茶 让他平淡的日子淡然过去 以故一位一行禅师 他很重视内省 觉察自己 他说 只要我们一个呼吸 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 转化内在的焦虑 心色相衣 身行安住 蝉就在你的一呼一吸当中 如果以基督徒的演绎 就是说 天主时都在我们一呼一吸之间 你可以去尋找自己的内心 一种精神和熟灵的空间 一种与世隔绝 不被打扰的角落 清空所有的杂念 牵挂 沉淀 能够同主对话 那最近我有一个学员 就是学太极的 他说 就在这些时间里面 反而还有更大 不是说去消磨时间 不是 而是把握时间 去做一些防疫的工作 使自己的新心灵 能够得到更大的整合 我们一起祈祷 仁慈的上主 你是历史的主宰 亦都是最慈悲的主 政府替我们誠心地讨告 为乌克兰的和平 和派你的圣神 你去感动那些变眼的心 和学武治疗的心 你是天主 永生 永王 主有大家 祝大家平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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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